今天咱们做牛大汤的2.0版本熊花酥 首先准备食材 我准备了麻油梅干 杏仁 葡萄干 还有饼干 然后晃一下 晃均匀 现在在锅里加黄油 小火加热把黄油融化 然后加棉花糖 继续小火把棉花糖炒化 棉花糖化了以后 关火把奶粉倒进去 翻动让奶粉和棉花糖混合均匀 然后倒入混合的食材 继续翻均匀 加了奶粉比较难混一起 我们可以拿出来用手揉 揉好以后放到模具里 把它压平整 然后放一会儿冷凉 凉了以后从模具里拿出来 再切成小条 我们还可以包上糖果纸保存起来 石斗美食天天美食 我是石斗 喜欢的朋友帮石斗点个赞 也欢迎评论留下你喜欢的美食名称 下个视频可能就是你想要的